一艘艘渔船开进东港码头准备靠岸 有的已经在船上作业挑选樱花虾 有的则是整理好渔货量 准备拉车送到拍卖场 这在樱花虾捕获的季节 可以说是东港码头的日常 船家一一在新的拍卖馆外整理渔货 东港渔会樱花虾拍卖 除了规定每箱有标准重量 还会根据渔货量规定 可以捕捞的箱数来维持价格及海洋资源 而新的樱花虾拍卖馆 在去年启用后也大大发挥作用 我们的樱花虾拍卖馆 因为早期是在一个半户外的场所做拍卖 因为樱花虾它的鲜度 其实它要维持它的一定的冷度 那如果说早期在半户外的场地下 第一在天气不稳定 在气候的冷热交替 有时候会影响到樱花虾的品质 这是要看船家 有的船家比较会顾虾子 有的比较不会顾虾子 就是它里面的保鲜 对对对对 而且虾子质量也有差 有的虾子做起来比较有重量 有的虾子做起来没有重量 除了透过横温保持樱花虾鲜度及品质 透过公开拍卖竞标制度 也保障了渔民的收入 以免被乱喊价破坏市场行情 因为樱花虾它是一个非常稀有的一个物种 那如果说我们没有用拍卖的这个方式 第一在产销这个部分 有时候渔船主他们比较早期 他们对樱花虾这个认知比较没有那么普及 那这样子有时候会去影响到它的一个价格 樱花虾市屏东东港重要渔获 樱花虾产销般建立自律公约 规范定时定量捕捉并严禁私卖 渔民的团结和自律 除了保障自己能有所获 也得以让海洋资源永续 新台特电视李娟荣台湾屏东采访报道